Hello 大家又回到星期一晚 除了每個月 最後那一天就會有姐姐寶丁和我一起坐 which is a really good thing 大部份時間都是只有我一個人 都會是星期一的晚上 現在我們等待其他的聽眾朋友進來 知道我們開始了 咦 大家好像還沒見到 我自己也沒見到 自己在網上 等一會兒 好 等人進來 接著我們就開始進入今天的正題 今天的正題就是逐講餐桌而淪陷 還有就是抑鬱症 在食藥以外其他的輔助選擇 記住啊 我不是叫大家 你只用這些輔助方法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吃藥的 這個身體是你的選擇 所以我絕對不可能 按你的behelf去跟你說 你只喝羊金谷就可以了 That's good enough 我不會的 記住 記住 I won't I won't I won't Ever 其實 癌病當然還有很多方法可以在庫 包括新陳代謝療法 其實外國有很多總療科醫生 是有這方面的訓練 但我知道香港就沒有的 或者是香港可能的體制未承認這件事 但當然這個是science based 就是不是 突然有一個人告訴他 他有偏方去醫癌病 並不是這樣的 他是針對癌病的身陳代謝 OK 的模式 而去 目標 另外還有很多的方法 當然 不同的文化背景 不同的醫療體制 都有他的方法 但我們今天不是講癌症 只不過我想強調的是 除了主流意見以外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option 我在這裏做的事就是 我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知道 其實有很多選擇 而這些選擇是可以共同存在的 就是並不是 你只能夠信奉一個上帝 而且那些全部都是偶像 就是我知道有人是適合這一套模式 但也都有人是覺得 Hey 天下大同 is all the same 我可以 大家勵士做著花療的情況之下 我開心同樣也可以 所以要記住 選擇是在你們手上的 OK 我要確認的是你們有 即是 You are well informed 即是你知道不同的選擇 不同的option 即是如果你說 我聽完 我覺得 Hey 割心療法裡面做咖啡罐場 挺好啊 那就做了 但如果你聽完之後 你會覺得 I don't buy it 全部都是個人選擇 現在看到有些聽眾進來了 所以我已經差不多可以開始了 先說一句廢話 如果覺得我的樣子很殘 就不要說 心痛之後的樣子會殘 不慣 因為我最近送副劇 如果有看過電視都知道 現在來到這個 Game of Thrones的 finale 即是最終回合 Season 8 快要出 所以現在就是 亡命地煮 Season 1至Season 7 日以繼夜 不停看 不停看 我看到自己很憎悔 跟生童無慣 所以大家不要振生童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說正題了 在2013年 八位中國加美國的科學家 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 發表過一篇研究報告 三間中國的商業養豬場的分辨 發現了149種 是獨特的抗生素耐藥基因 這件事可以告訴你 就是說 這一種 內藥基因可以通過環境 通過你吃了上述的動物的肉製品 即是吃了那些小豬 就傳播入身體 我們人類的身體裡面 形成了超級細菌 那你說如果2013年這篇東西 出了街 那時候大家不會覺得很嚴重 但當你發現最近有這個 就是豬瘟的發生的時候 那你就明白它那個威力可以有多大 因為原來 豬仔它整個生長過程裡面 有個數字的 OK 那我現在先找出的東西 就是很多東西吃的 OK 因為一隻豬仔從小養到大陸 所謂的240斤 7個月裡面 養一隻食盆當中 飼料的費用大概是1300元 但是藥費就要300多 所以你看到其實是佔了四分之一有多的 那真是藥當食物 那麼我們不是剛剛那一集 再之前那一集 都有提過 其實一隻豬 你將它的成長周期去看 它所吃的東西裡面 濫用疫苗是一個問題 然後重金屬是另一個問題 抗生素是一個很大的板塊 瘦肉精 再加上其他的東西 OK 那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吃的豬肉 那我上一次也有說過 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香港很多時候 我們買的肉類 都是來自於倫敦地區 就是中國 而中國那個濫藥的情況是比較嚴重的 那我上次也有分析過 就是如果未聽上一集 可以先聽上一集 就是有一點點概念 就是其實 如果你將中國的抗生素 使用 所謂的售用使用量 比起譬如意大利 英國 美國的話 你會見到的是 以很多倍的分別 OK 那 而我們 保護自己的方法 其實是沒有什麼的 就是你問我 老實說 我要是要吃的 那我出街吃 我不相信會給我 譬如丹麥的豬 或者是 法國的雞 甚至是 荷蘭的小牛 那我出街吃飯 通常都是 對 因為成本問題 就會是最便宜的 可能就是鄰近地區的肉類 這樣 好了 那 但是你自己煮的時候 你自己有個選擇 就是你可以選一些國家 你知道它 它對於受用抗生素的使用量 是會比較嚴格一些 而不是剛才所說的 它超過四分之一的成本 都是落了下去 這個抗生素那裡 那 這個是一方面的擔心 當然你說 我不吃肉 我吃齋 會救我嗎 會救我嗎 對 因為 你不吃肉 你抗生素的確是吸收得少了 但是 同時 不要忘記 水中的抗生素 依然存在 環境中的抗生素 主要來自於 生活的污水 醫療的廢水 和動物治療 和水養的 就是乳類 的廢水排放 那環境中的抗生素的殘留 會透過各種的方法 進入你身體裡面的 最主要就是喝了 東江水 東江水裡面 大家看回一些報道 其實它幾年前都有報道過的 就是 它的源頭裡面有很多死豬 死魚 還有很多污水的排放 所以 我之前有提過淚水器 就是 這個時候大家 不要有誤會 然後又說 你一定要逼我去買你的東西 不是 你可以買3M 你可以買日本 Panasonic 買什麼牌子都可以 I really don't care 但是如果你真的 為了你自己個人健康 和一些家人的健康的話 如果你要排出 譬如說 重金屬 你可以透過濾水器 OK 但是我其實都有問過 我不是昨天問的 我想我一年多之前 問過3M 是不是真的累到遠 都未必可以的 我當時問過售師的回覆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找一些 你問我其實真的很頭疼 我們喝的水裡面有抗生素 我們吃的肉裡面有抗生素 那為什麼你今天要來講這件事呢 因為 其實我們吃的抗生素 它殺死了我們的抑菌 亦都是令到我們 這麼多人 今時今日有抑菌症的原因 那這一個 很久以前也有提及過 我提及過 有一集節目裡面說過 你腦裡面的腦內全套體 即裡面的brain chemical 其實就是你腸裡面的抑菌 加上你的腎上線 一起合力去做的事情 那如果你的腸裡面的抑菌 由於你吃的肉 和你喝的污水 沒有妥善處理的話 而殺了你身體裡面很多的抑菌 你就 我當然不會說你一定會有 但是你會prone to it 就是你會容易些受到影響 因為你的身體是合成不了 因為它的原材料不夠 就是我現在想你煮 這個叫做魚香茄子 但是你發覺又沒有鹹魚 又沒有茄子 只有薑蔥 那變成你不是不想煮 但是你是做不到 因為你沒有原材料 Same thing with 你的身體 就是當你發覺 你的身體是想合成 你大腦需要的 Serotonin Dopamine Norepinephrine 這三種主要的腦內全套體 但是它的原材料 就是茄子 和鹹魚不夠的時候 那你就變成做不到 那 那這件事我覺得你要從幾個角度去看 就是你是看精神科醫生 譬如老實說 我有一些client 找我做 consultation 我聊一聊 我發覺已經不太對勁了 那 所以我那份東西裡面 其實我除了要你試試 在你七天裡面吃了些什麼 吃了些什麼 喝了些什麼 做了些什麼之外 就是 有一部分我會問 什麼令你快樂 和你不開心的時候 你會做些什麼 和你的感受是怎樣 當你發覺那個人 譬如舉例 他覺得他很困難 就是很麻木 對一些東西沒什麼興趣 提美勁 這樣 這個其實可以 在一個簡單的reflection 會不會 and again 不conclusive 會不會是身體裡面的 這個 Dopamine不夠 多巴胺不夠 所以他那個人不是說 啊很有憧憬啊 跟著我 好看待每天出去 我要做很多事情 我很有幹勁 就是 他會比較 是 就是 俗稱是灰一點 你明白嗎 那 Serotonin 就是跟你 可能集中不了 我認知 就是我明明 我真的有上課 我真的有聽書 但我真的入不了腦 這樣 跟著 就是跟這些東西有關 那所以 就是你問我 如果你去找這個精神科醫生看 那他會做的事情 就是他會給一份 真的水蛇那麼長 很多版的問卷給你填的 那我之前也提過 其實你自己 那當然 你真的去找醫生看 那你當然是說真話的 就是說 我有沒有自責傾向啊 我想不想傷害人啊 我想什麼 或者是 我是不是覺得 人生沒有意義啊 我提不起記 我以前曾經有興趣 我現在沒有興趣 OK 這些呢 你當然會叫他去回答 但是你問我 如果你真的有心玩東西 你可以玩到東西 當然可以啦 OK 因為那份東西是你自己主觀去填的 而已 今時今日 據我所知的西方醫學 是並沒有一個測試 譬如說 我抽你的血出來 我就可以 驗到你腦裡面 現在的那三樣東西的指數 據我所知是不行的 坦白說 我現在那部機器 幫你掃測呢 都掃不到的 因為太精妙了 我只可以這樣說 但是我們保護自己的方法 就是 都是那一句 如果你是自己煮飯的 OK 那你就選一些 你知道是安全一點的國家所 OK 生產的肉類 因為你吸收到的 那些抗生素的數量 會少很多 如果聽過節目有些日子的朋友 會聽過我講過 之前有一個客人 加拿大在多人多住的 他來到的時候 我看到他的份方 五十歲一看他 哇 完全不像 他有時候三十幾四十歲 是男士來的 皮膚很光滑 很有光澤 很鮮 很黑很密 他住在多人多 他是做肉類的 他跟我說 你們不用擔心 他以為他講 他說 譬如雞這樣講 你以為雞的胸大到跌落地都可以 他說因為現在是配種配出來的 OK 就不用用賀爾蒙去打 去令到他們這樣 OK 但是呢 真正他說 危害在哪裡 其實是在於抗生素 抗生素 抗生素就是真正的危害 並不是賀爾蒙 賀爾蒙 不排除油 譬如你吃大閘蟹那些 就真的 Sorry to say 你救油自嘴 I can't help 你明白嗎 我自己就不吃 我不會吃的 我不會吃的 不是他好不好吃的問題 是我知道他裡面 全部都可以無味 那我就不會吃的了 但是我 不能不吃 這個豬油羊雞肉 我都沒有時間在家煮飯 我一定在街上吃的 那就變了 好了 那我應該怎樣做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講幾件事了 就是 你明知道 那個肉裡面的抗生素 是會令到我們身體裡面的益菌減少 而現在 經過這麼多年來 西方醫學 就是對於發炎的狀況 它就會開抗生素 這件事的確是有濫用的情況 就是不是說 只是我們吃的肉類 是包括醫學界 也都用了很多年的抗生素 是用到現在發覺已經出現了東西 真的 咦 大件事 原來死了很多菌 而這些菌是去到絕種的狀態 我們是revive不到的 所以才會有一個說法 就是一個 他們現在是找一些原住民 是完全沒有經過西方文化分途 真的住在森林裡面的土人 去找他們的糞便 用他們的糞便 去摸他們的益菌 唯有用這個方法 因為現代文明國家裡面的人 的益菌的數量已經大不如前 因為如我所說 之前所提及過 其實根本已經不再是你自己 爸爸媽媽 或者你自己 是由抗生素面世那天開始 一直吃到現在 其實真的很多已經絕種了 而這件事是沒有了就沒有了 那你唯有向一些人種 是他還有的 在他的糞便裡面拿出來 那之前有做過一些 research 他們是發現 譬如一個很肥的人 他身體本身很肥 那他發覺他吃什麼 做過所有的事情 包括 所謂的傳統方法 就是計卡路里 縮小 他的胃等等 他都受不了 真的什麼都受不了 然後他就發覺 在一個天生瘦而吃也不肥的女生 身上 拿他的糞便裡面的菌種 那個profile 移植下去 阿肥摸在肚子裡面 他就突然變了這個二瘦體質 那你現在明白 其實你身體裡面的菌 對你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你問我 我們沒有辦法影響到 街上那些餐廳 全部你都跟我進入最美的 譬如法國 亞 意大利 荷蘭的 德國的肉類 而不進入鄰近地區 他都沒有辦法影響到這件事情 你唯有做到是自保的 那你自保的可以做些什麼呢 多吃發酵的食物 例如你頂得信你吃納豆 你吃泡菜 泡菜 記住你買之前 你真的看清楚它上面有沒有糖 因為絕大部分都有 而且是很多的 我曾經試過在SOGO 那個食育市場站了 半個小時在那個冷凍那邊 逐個逐個看 我只是看它的carbs和sugar 那個量 那其實指標很簡單 如果你心痛的話 100g裡面 不會超過3g的糖 sugar carbohydrate 即是碳水化合物 它可能是十幾 那問題不大 因為你知道吧 那種大白菜 它裡面有纖維的 所以如果它是 纖維的 就是纖維 它是完美的 它是完美的 如果它是sugar 3g 3g 就是盡量的 就是你不要多過3g 泡菜 吃多一點 泡菜不要去炒麵 當然因為炒麵 它本身不會是心痛 而另外一個就是 你加熱了 它裡面的益菌 就乾淨露 純粹是為食而食 就你沒有了一個 真的得到益菌的好處 所以泡菜生吃 OK 德國酸菜 不難做的 As a matter of fact 我們現在自己都在做 做了之後 就可以在我們店裡找到的 OK 那當然也是不阻止你自己做 那另外譬如 水克菲爾 和紅茶粉 這些絕對是要喝的 我說要喝的時候 我是說是on a daily basis 因為你那天有吃肉 你那天有喝水 你最多的確已經吸收了抗生素 OK 這只是一個對沖的方法 你問我 是不是我喝了紅茶粉 我就可以對沖了我那天吃的肉 裡面的抗生素 我沒有一個有實際的數字 答給你 I can't tell you I don't know I really don't know 我懂就懂 我不懂就不懂 孔子所說 你真的知道的 你不是說你知 你真的不知道就說不知道 那才是真正的知道 所以我只能告訴你 你自補的方法 只能夠是這一點 OK 紅茶粉 我知道現在有很多發酵群組 你自己發酵 沒有問題 我只是說真話 就是說 你的發酵裡面 是會有機會出現了 是被污染的情況 就是那塊粉菌 會有一個粉 就是有一個黑邊 那我給你看一下 我找一些照片給你看一下 就是如果它中了一招 就會怎麼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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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變成一些mold OK 即是 我先把照片給你 舉例 就是這樣 Oops Sorry OK 看不看得到 OK 看不看得到mold 這個字嗎 OK 那就是 它如果遭遇了東西 好了 還有一些會遭遇了東西的照片 我給你看一下 OK 就是這樣 OK 嗯 看不看得到 大家 它本來是一個好好的好的菌目 但是呢 它就 擺了東西 OK 因為為什麼呢 它擺久了之後呢 它 是會容易被其他的菌種 襲擊的 OK 因為你要知道呢 它本身是一缸的 而它一缸的環境 是很爽的 對於菌來說 是很爽的 那 除非那個菌 它裡面 你買回來的時候 是真的100% 如果不是 它真的有機會 是會被其他的菌種入侵 很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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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都是那句 不妨礙你發酵 那你儘管發酵 但是 你有機會會遇到這些情況 那你自己留意 OK 你看看 你看到黑色邊嗎 看到嗎 因為 菌種有很多種 所以 Anything could happen 你自己 張開眼睛看著它 OK 尤其香港這些 潮濕濕濕的環境 是很容易出現這些情況 所以我當初 為什麼我不賣菌種 反而我自己發酵 而將成品 賣給大家 就是因為這樣 是最穩固的 就是不用擔心 那個 你們吐一下吐一下 有很多問題 搞不定 然後 每天都要解答你們的問題 就是 這個東西是不是發了嗎 這樣正不正常 那些 那 但是 不阻止你自己發的 OK 但是 發酵的時間 要夠長 還有 留意這件事 就不是說 我很酸一定很強 不是這個意思 也是那句 就是 一隻 狼狗再補 再吃 再粗 它都不會變成一隻狼狗 一隻狼狗 它再瘦入 再散 它都不會一隻狼狗 是一個種的問題 它是否100%純種的問題 所以 我試過有一個 師奶 在我的廚房那裡 哎呀我自己給你酸過來 我那一刻就淡少了 我也不想去解釋 不是酸不酸的問題 如果你要酸 你喝醋也可以 不是酸不酸的問題 是那種的強弱 它的純度的問題 OK 所以 如果你真的 你有沒有Depression OK 你都應該 只要你有吃肉 還有喝冬光水的話 OK 都應該要多方面的補充 一些發酵成物 是維持你的Gut Flora 就是你的腸道裡面 你益生菌的平衡 OK 因為 And again 它是你的腦內傳導體 一個重要的Source 當然 如果你已經有Depression的話 你當然要看醫生 我也都有Referral 一些客人 給我熟悉的精神科醫生去看 OK 當你去到一個程度 它真的會影響到你讀書 或者影響到你做事 影響到你的專注力的時候 甚至是更重要的是 你覺得人生有什麼意義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突然很灰 遲到惶惶 如果你真的這樣的話 當然 你應該要吃一陣子的藥 吃一段時間 吃到你的情況穩定了 好轉 然後你再跟醫生聊一下 你是不是應該要停藥 但是 你真的看一看自己的情況 OK 我說的方法是完全不衝突的 你可以邊吃藥 邊吃你的泡菜 邊吃你的納豆 德國酸菜 飲紅茶菌 還有水克菲爾 如果你知道身邊的人 已經有Depression的話 OK 那就鼓勵他 吸收多些方面的東西 OK 我們 剛才所說的 在我們的生豬 雞 水餐裡面的養殖過程裡面 因為賣家 即養殖商人 為了降低感染發病率 他會加大量抗生素 最多是一噸的治療 加一斤的抗生素 而中招率最高的地方 就是珠江流域 廣東省 因為它是養殖的大省 雞和豬的消費量 是全國泛來裡面最高的 OK 水塵也都養殖得非常發達 廣東的魚塘 是整個大陸最多的 所以珠江流域的抗生素 的使用量 排泡量 密度也是最高的 而我們喝的水 大家知道什麼事 今天我們中國中科院 在廣東廣西湖南的 豬腸、雞腸、鴨腸的檢疫顯示裡面 養殖、葉勢用了不同的抗生素 在豬的糞便當中 抗生素的濃度 最高的是四環數 是每一千克裡面有5.6毫克的 OK 是很高的 好了 接著牛奶 牛奶是很高的 接著 雞 雞 你說走地雞是安全的 其實不是 走地雞它的飼料裡面 我們初時都以為沒有 走地雞就是到處刀 其實不是 因為它怕它不飽 怕它不夠肥 所以一樣會給它 那些飼料裡面 都是加了很多抗生素 魚 魚的數量就是 在魚塘的底例裡面 在魚塘的底例裡面 驗到7種抗生素 最高的濃度是 3400微克 超過1000克 OK 平均的濃度是 524微克超過1000克 是很高的 好了 這樣呢 就 它那些抗生素 大陸用的那些 尤其用下去動物 就是所謂的獸用抗生素 是很多都已經被人類使用 禁止了 例如 我真的不懂得讀這些字 灰落同類藥物 OK 我猜就這樣讀 OK 落忽沙星 養忽沙星 OK 這些字眼 如果人類有一長期低量 涉入禽油 灰落同類的水浴性 它等於直接產生耐弱性 這個是中國藥理學會 教學與科普專委會委員 南科醫科大學藥學院 徐江平教授表示 上面還有一段奇怪的名字 你真的要我讀的話 那我盡量試一下 在藥學的領域而言 什麼是廣告 即是可以放進大部分的細菌 抗生素大致分為 青梅素濾 我不是讀中文的 所以我看到這些 很多人的問題 碳青梅稀濾 B 內鮮安磊 安基堂 是不是讀金 四環素� 我最肯定 大環內滋磊 也肯定 礦安磊 灰落銅磊 不同的藥物 我喜歡讀完 Thank God 在人類或動物身體內 不同的半需期不同 以灰落銅磊 的藥物 如 諾忽沙星類為例 它的半需期比較長 在自然界的化學穩定性很好 這就是什麼 我簡直說 我都知道不如讀英文 但我這篇文章是中文的 你看我的樣子很灰 好了 廣州地化所的研究報告顯示 灰落銅類藥物的用量仍然很大 以諾忽沙星為例 2013年全國用了5440噸 其中的速用是4427噸 夠命 我已經讀過黃倫地 大家有沒有聽過黃倫地的感覺 而這些的濫藥性 動物吃了之後 一部分會排出 一部分除以糞便排出 糞便又倒進泥土地 然後我們拿來種菜 我們又吃回 然後它倒進河流 在我們的東江水裡吸收 我講到很精彩的問題 整件事 我除了跟你們說 你大量補充這個發酵量的食物之外 你問我連吃益生菌有沒有用 一粒粒那些 我自己倒自己米就這樣玩 我本來也有賣的 我量了很多的 但是你問我是否真的去到你手上 你濕到落土那一刻 它還是存活的話 我真的不敢告訴你 因為沒有人知道 我也有教過大家 真的一個很有效的測試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你買全脂奶回來 OK 心同的各位 你不會喝全脂奶的 我明白 那我和你剛才做測試 是做什麼呢 就是你買全脂奶 接著你開兩三個 益生菌的capsules 譬如你現在在吃某個傳銷牌子 或者某個什麼牌子 益生菌 你想知道它是否活性 它活性高不高 不是說它出廠的時候 當它出廠的時候 誰不知道媽媽是媽媽 一定是高的 但問題是去到你手上 因為你要記住 它在那個二十桌、四十桌的貨櫃裡面 坐了不知幾多個月 然後到你手上 因為運船 OK 然後全程沒有開冷氣 那些菌已經刮得七七八八了 有熱有冬 然後到你手上 它可能已經死了七七八八了 但真的 你想知道它沒有用 很簡單 你買幾瓶不同的牌子回來 OK 接著分開幾個盤 的全脂奶 開三粒下去 每個開三粒 ABC三粒 不要拌 因為你要知道 你要分到的 接著拌勻它 吐一晚 第二天晚上睡覺 就出去裝一下 哪一盤 起不到 成為Yogurt 然後 那個是最好的 OK 但是它這一批好 不讓它下一批都好 OK 因為它可能會轉到 Distributor 還有它那個 運送的路線 又可能會不同了 天氣的轉變 所以 上一批活動 不是這一批活動的 很簡單 你在哪間藥房也好 或者那些 大的連鎖 品牌 藥妝店也買都好 它晚上會不會冷氣 你答我 你已經知道答案了 所以 為什麼我會賭我自己的米地 我不在我店裡賣藥 那些 那些叫魚油丸 或者維他命C 魚油丸 很簡單 就是它沒有了那個魚肉的纖維 和脂肪的保護 已經氧化到什麼 就是這樣 溫度的變化 令它會氧化 OK 我鬼不知 賣魚羊魚 每個人都買的 維他命C 每個人都買的 但是我跟你說 我寧願你吃魚 和喝淋蔓汁 加進水裡 這是更加直接 更加有效的方法 OK 那 對於我們的冬乾水 你真的買一個好的濾水器 我們會有濾水器的 我們那個濾水器 我跟你說是俄羅斯的石棍 那種石棍就是它分泌大量的酷勒氣 C60和C90 那 這一種的濾水器 它就是模擬 俄羅斯的一個湖 叫做Lake Onaga 它除了這一種石之外 它還有幾種石 去製造那個環境 OK 但是你都可以用其他牌子的濾水器 你盡量濾 濾不濾都抗生素 你真的買的時候 問清楚那個廠家 你不是問門市的同事 那同事未必知道 你只打上去那個牌子 例如3M 或者Panasonic 你只找它裏面的人文 OK 問清楚它的話 抗生素 你累不累到 OK 然後另外 你累了之後 你自己再要喝紅茶菌 水黑飛耳 吃泡菜 冷的 OK 納豆 德國酸菜 你要靠這些方法 OK 那你問我 草藥那方面 OK 那我就是時候要開我的資料 好了 Believe it or not 你的Google 我講了一點 因為我今天其實 有點趕 但是不要緊的 我講到這裡 如果你說 我的身體 包括上一集 我提及過一個 自清的醫生 又不開名的人的攻擊 其實我講咖啡罐腸也好 就是一個自然療法的醫生 他們 Based on 他們的 醫學觀點 是一個更加老的系統 Humorism 或者叫做 Humoralism 就是一個 medical system 它是認為有四種 的液體的身體 一個是 古希臘 古羅馬 而這個 system The Four Liquids 是made famous 就是它怎麼會出了名 或者這麼多人 它 endorse 它一直是去到 一九七幾年 五幾年 都仍然有人 practice 甚至今時也有人 practice這件事 因為是 father of medicine Hippocrates 去 endorse這件事 它就是說 有四種humors OK 那這四種humors 就是身體裡面 那四種液體 會影響我們的情緒 影響我們的身體健康 四樣東西 叫做 地水火風 地水火風 你知道藏醫 即是西藏醫學 這樣說 包括印度 印度 印度時會簡化 變成三樣東西 都不奇怪 大部份時間 都是講地水火風 那有第五個是胸 第一是胸 胸就是胸 胸就是你 沒有東西搞到它 OK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 eliminate了胸 變成地水火風 OK 古羅馬 古希臘的醫生 用得最多 但是也有人 point out 其實它的原始 就是再遠一點 去到古埃及 甚至是Mesquitania Mesquitania 喜歡叫什麼 美索 有沒有人知道 美索 美索 不達美雅 something like that OK 好了 那麼它 這個系統 是去到什麼時候呢 就 叫做發揚光大呢 這塊很有趣 古希臘羅馬 再遠一點就是 古埃及 還有 美索 是否美索 不達美 Mesquitania 我猜是 然後 就是 印度 Ayurveda 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看我的 所謂的背景 我都要有 讀 Ayurveda 所以我是有 這個影響 還有你留意 還有一個影響 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會 As Chinese 我不管你認為 中文還是香港人 什麼都好 中醫的概念 裡面 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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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皇帝內經》裏面有說的 我先出來讀給大家聽 有少少門雅 一讀這些 《皇帝內經》裏面的素文 《至真要大論》裏面 要指出 呼百病之生也 皆生於風寒暑濕燒火 以之化之變也 這種陸氣侵襲人體 引起複雜的病理變化 導致多種疾病發生 不僅是《皇帝內經》裏面 包括後來漢朝張仲景的《傷寒論》 今季要略裏面 他也有說 《病基十九條》 他解釋如何影響到身體 美索不達美雅 Yes Good Thank you Alan Thank you 好了 這一種概念 Humarism 那四種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 哪四種 他就說是四種 Hippocrates Let food be thy medicine Father of medicine 就是醫藥之父 血 黃色的膽汁 黑色的膽汁 還有Felm Felm 即是透明的液體 Felm的概念 和今時今日的Felm的概念 是很不同的 我解釋給大家聽 是什麼 他說這四種東西 要在一個平衡的狀態 你的身體才會健康 OK 那這四種東西 不論它的浪度 它的比例 都一定要在一個好的狀態 你的身體才會平衡 而這四種東西 是添加到剛剛所說的 地水火風 OK 那這不只是 Philm of medicine Hippocrates 有其他不同的 譬如有一個人 叫做 Golanus Golanus Golanus是另外一個 我們叫做 medical researcher 是以前 不是百幾二百年的世 是古希臘羅馬的 他們的medical system 他們幾個學者去看這件事 認為這是人類疾病的根源 中醫是這樣看 然後印度的IV 狀醫是這樣看 古希臘羅馬埃及 當然現在的西醫 完全不是這樣看 但又是你的角度這樣看 正如你很傻的 你找一個中醫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去問一個西醫 他覺得這件事不存在 OK 我覺得我看了幾年 我最傻的 就是人們說的 保暖內衣 就是 就說 你要保住 你頸後面這個位置 在這裏 要保住這裏 要保住這裏 暖 因為這裏是最容易受到 風寒的 這樣 接著那個記者 不知道是否吃了一招 就找了 這個東西 真的問一個西醫 這個西醫 就說這個東西沒有根據 我覺得反眼 反到落脊 追了 你當然是問這個西醫 他當然是說沒有根據 他不是中醫 就是 for heaven's sake 這個位置 中醫的角度 叫大椎 即突出這一個位置 就是 你怎麼解釋給他 這裏 你倒下頭 最突出這個位置 大椎是中醫 很重要的月位 那些西醫 都不跟你說 越來越問他 把鬼 就是 托 這些位置 就是你覺得 記者有讀什麼 就是 紙片嗎 為什麼你問 你不如 我不知道 就是 你不如問一個小學生 你問一個前講者 在下都可以 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是中醫的大椎 他跟什麼有關 有什麼經驗 經過這個位置 那中醫的角度 的確是最容易受風寒 他舔了風寒之後 即吸收了那種寒氣之後 你真的會散落你 不同的經驗 你會出很多問題 OK 這一個是中醫的角度 那你就不要找一些 九不答八的 即是 不是那科的人 去答那樣東西 正如 如果你要問電的東西 你問那部電吧 話說人家是電機工程師 對不對 那你不會問 化妝的 那你不會問他 你明白嗎 即是你哪一飯 難怪你找回那飯 相關人 即是 for heaven's sake anyway 好了 那我 quote 一點點 那就是 The human body contains blood fellm yellow bile and black bile 即是你身體裡面 已經四樣東西 血 fellm 黃色膽質 黑色膽質 那就是 你的身體就有這四樣東西 構成這四樣東西 是會引致身體的痛症 和健康的 OK 那痛症的癌症 即是疾病 那就是 你這四樣東西 是有the right portion 即是大家的比例要對的 OK both in strength and quantity 即是數量和強弱 OK 要是合理的 如果不然你身體就會糟糕了 OK 即是媽媽是女人 OK 繼續 然後我們就說了 The imbalance of humans 或者叫做 Discratia 很有趣的 你會發覺 這一些 Discratia DIS Dysfunction 都是Dys sorry Dys 不是Di Dys 這個紙巾 拉丁紙巾 這個今時的醫學都在用的 就是 不正常 不健康 很多是用Dys 但是如果你的Balance of humans 就是這四種液體 你身體是不是很平衡的話 就是Eucratia 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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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Euphoria Eucratia 就是 極樂 快樂 最好的狀態 OK 這四樣東西 跟身體裡面 你的情緒都有關 OK 好 很有趣 無毒有偶 他跟中醫的關係 非常相似 Blood 就是血 OK 古希臘 羅馬 埃及 美索 不達 米亞 中醫 古印度 的 Ayurveda 現在都訓練了 他們相信 血是乾細造的 OK 非常有趣 因為中醫說的是 人餓 血歸乾 有沒有聽說 人躺下的時候 血就會回到肝 肝 肝就是生血的 是 Dyslexia 沒錯 Alan 所以我們發覺 Dys 就是 拉登病根 就是 不好 不協調 病的 字根 今時今日西醫都在用這個字 但是他又踢走了很多 舊有的觀念 就是剛剛說 比如現在 那四種的液體 好了 這一種舊的醫學認為 血是乾細造 那他就跟人呢 你這個人呢 你這個人有沒有熱情 有沒有憧憬 還有那個人呢 好不好 Social 就是 你這個人是不是很 有幹勁 OK An active 還有是Social 有關 那Yellow Bile 就是黃色的膽色 他就相信 就是 跟這個 憤怒有關的 還有那個人會變得很 aggressive 就是很 極端 OK 然後 Black Bile 就是 一個字 西方 就是一個英文字 Melancholy OK 就是悲觀 傷感 不開心 Melancholy 其實是一個 希臘的字 就是黑色的膽色 就是黑色的膽色 OK I am pretty sure 這些東西 攻擊我的 那位 可能的醫生 不是醫生的 那位人士未必知道 原來 Melancholy 那個拉丁字 譯回來了 Exactly 就是Black Bile 所以為什麼呢 就是很多人說 做了咖啡貫腸之後 抑鬱症好 因為其實 咖啡貫腸 或者其他方法的貫腸 比如油加水的貫腸 就是幫你清 這種黑色的Black Bile 清出來的 就是清了你身體裡面的毒素 OK 就是我們現在都有一個概念 清了毒素 你的身體會好一點 因為這一種舊有的醫學 這種所謂的 Fore Liquids 它認為 Excess of Black Bile 就是身體裡面有多餘的 過剩的黑膽汁 是會令到你的人有 Depression 令到你的人不開心 而它認為 這種黑色的膽汁 是會污染你的血的 透過你的肝 會令到身體 其他的血都充斥著 雖然你變成很Depressed 很不開心 這樣 OK 行不行 所以為甚麼會有好不同的看法 即是如果現在你又走了去 又說 問問細兒 按細兒 當然不關事 你可以 有一個症 因為你腦內裡的那個 Brain Chemicals 就是那些腦內全導體 包括這個 就是我們叫做 就像剛才所說的Norapinephrine 接著是Serotonin和Dopamine 這三個東西不夠 那你不夠 我就給你身體不夠 我給你吃藥 就會痊癒 是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這個是現代這百幾二百年西意的概念 但是過去這四千年五千年的概念 就是有四種的液體 這四種液體引起你抑鬱症的原因 就是你身體內有太多的Black Bio 那你怎樣稱這些Black Bio呢 就是做冠腸 這是舊有的方法 那你做的時候當然要小心 你當然要找一些很軟的管 還有不要插傷自己 當然如果你有這個痔瘡 不論是外治或是內治 你也要小心 你要徵求醫學意見 問我們的醫生他准許你才做 那這些頭盔我當然要戴 然後我會分享給你的 就是舊有醫學的概念 如果你真的看中醫 中醫他都會跟你說 有機會 我不可以代表你的中醫 但是他有機會跟你說 你的Depression是跟肝屈有關的 然後你看到他跟肝有關的 肝屈 肝製造血 於是舊有醫學 不論是中國的 還是印度的 還是希臘 羅馬 埃及的 美術 不達美雅的 他們似乎都是同一個啟發的 是很接引的 而這些文明 他們不知道是否有深入的交流 未必 但他們的概念是很相似的 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講一講 到底有些什麼 的植物草藥 是對這件事有效的 讓我們看看 OK 第一件事可以做的 大家就是可以曬下太陽 OK 我之前有一集 在這個新聞文化會的時候 也有講過 就是白人的身體裡面 是多了我們八成的 Mitochondria 因為他們不夠退黑 即他們不夠 那些叫做Melanin Melanin Melanin的中文叫做黑色素 OK 因為Melanin可以將陽光 直接轉為你細胞裡面 需要的能量 OK 當你有吸收到陽光的時候 它可以將它轉成metabolic energy 即是你身上代謝的能量 所以你發覺北歐的地方 半年都沒有太陽 而那個時候的抑鬱症的爆發率 是特別高的 OK 他們是白人 OK 沒有曬太陽 或者想曬曬不到 又因為身體裡面不夠這些黑色素 那有什麼方法我們可以對沖做到這件事 就是吃深綠色的蔬菜 因為Clorophyll 即葉綠素 是可以幫你生產到這種能量的 它可以將你身體吸收 像歌俠作物一樣 你可以當成一棵彩 你吃了下去之後 它會幫你轉化 用到太陽的光線 另外當然 你不能夠直線去看太陽 但你可以在臨睡的時候 看一顆小蠟燭 OK 例如你在IKEA或在哪裡 可以買一顆小的茶粥 我做的職業的客人 我幫他檢查木輪 即是如果他有宗教信仰 他說我不檢查就不檢查 但一般不准胃 所以說 怎麼了 沒有玩具給你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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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檢查木輪 如果發覺那個微心輪 微心輪跟從果體有關 你直接這樣樓 一個十字中間那個位 就是從果體 如果從果體微心輪的能量是弱的話 你加強它 最有效的方法 當然你可以做倒立 如果你做到的話 OK 做不到倒立 就倒立機 也有一部 或者你只是臨睡 關掉所有的燈 就看著一點蠟燭 臨睡 記住 關掉所有藍光的東西 幫你關掉WiFi 試一下 然後 就臨睡 看著它 那你看 你不是要瞇瞇它 你的眼睛 看著它 你可以聽到一些很舒情的歌 但不要有歌詞 因為不想它帶著你的情緒走去 那你就看著看 看多久呢 看至少15分鐘 讓你的從果體可以受到這個歌去調節 我們有一個聽眾 姓劉 不開名 他就說 看著身體會很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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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做這個 Fibrational Healing 就是透過震盪 透過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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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問西醫 他不是又說這些騙人 又說這些是假的 那個前講者 那個前小學生 說的騙人 但是 水晶瓶 大家看過 它的測試報告 對不對 德國的Lab 做的測試 就是一個水晶瓶 那些水晶 明明在玻璃膽裏面 為什麼它會影響到外面的水 它的pH值會改了 影響到外面的水 那個礦物結構會有分別呢 這個是因為是 Vibrational Energy的影響 OK 西醫不是這一份 所以麻煩 你是哪一份 你做回哪一份 如果那一份是中醫的範疇 你給回這方面的專家 不要什麼都要爭取華語權 就是 你看到中世紀 為什麼會有獵母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宗教審判 就是因為那時候 獨尊宗教 而廢絕了科學 所以不要其中一邊獨大 就是 你平衡 你什麼東西 你有一個open mind 的時候 是最好的 就是 It's the best thing to do is to have an open mind OK 記不記得曾經 我沒有記錯 Galileo 是不是叫加利略 他 那個望遠鏡 他跟那個主教說 他說你看一下 真的看到兩個 就是兩個星球 跟著那個主教 一句車馬上說 我不會看 因為我知道 沒有可能 OK 這個就是今時今日 就是攻擊我的 那位 人輕的那種角度 就是 你那些一定是騙人 因為你選過港姐 你一定是騙人 或者是 這些 我們西醫最厲害了 這些是沒有可能的 其實我遲些會慢慢跟大家說 為什麼麥林是真的 為什麼 Distant Healing Works 是有科學根據的 只不過他不懂 他就告訴我 這件事不對 因為他是西醫 西醫最厲害的樣子 對 不要緊 你有你的角度 OK Rebecca Chu 有個很有名的精神科醫生 還說 這隻是中醫的肝屈 還把脈 Yeah Sorry to say 為什麼有人肯 排隊兩三個月要見我 就是因為我會給你不同的角度 你質疑我 你說 是啊 你不是西醫 你沒有這個專業資格 我沒有說我有這個專業資格 我沒有說我是西醫 我沒有說我想讀 或者我根本不會讀 我讀的根本不是這方面 都不是這個範疇 是啊 但有個人來找我 肯等了兩三個月的目的 是因為他想聽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版本 OK 你的西醫不會跟你說 叫你網蠟燭的 我會的 這一個 As a matter of fact 是Ayurveda 裡面的Kriya 來的 即是印度 阿欲維陀 如果我沒有讀錯這個字的話 裡面的清洗方法 是幫你一個從果體 去reset它的 就是網蠟燭 Hey 我沒有著數 我沒有著數 你去Ikea買蠟燭 那什麼事 但這兩件事真的幫到你 而Fibrational Healing裡面 我們有一些tools 就好像那個水晶內膽一樣 是隔著東西的 即我拿著一塊東西 它裡面有那些herbs 而那個東西在你的身體上面 你蒙著眼的情況之下 有些人 我給你十個 你給我七八個 是感覺到我的手在哪裏 而你的身體能夠 隔著都可以吸收到的 OK 因為是Fibrational Healing Hello Truffle Come and say hi hi Come and say hi hi Come and say hi hi You little baby Hookie smile You little Oh yeah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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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 不要緊張開頭 OK 大家陪媽媽看電視好嗎 OK Yup OK 大家好像很開心 我帶給大家看他的兒子 Hello Parsley 他陪媽媽做節目 上一集大喊的就是Parsley 上一集大喊的就是Parsley 上一集大喊 你會用眼睛睡覺 你會否精神翻一點 你平時不是瘋眼的 你平時是大喊的 OK 乖 他陪媽媽做節目的乖 然後我的配夾 其實有兩個 在那裡領教 然後Rosemary就在那裏 Rosemary Hello Hello 在舔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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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OK 左下角的妹妹 OK Sorry 回來了 OK Yeah 大家想入不同的角度 因為病的人 當然是希望盡快康復 例如看一下蠟燭 Why not It cost next to nothing 當然你要注意安全 就是你望了他15至30分鐘 你一定要吹息他 才跳上床睡覺 你千萬不要就這樣 隨他一晚 而且重點是你沒有其他光線 OK 只有那一點的蠟燭 OK 你問我香氛 即植物的蒸油 有沒有用 絕對有用 你問我 花青蓮花 即Bug Flower Remedies 有沒有用 有用 OK 每個人需要的配方不同 OK Oh Rosemary 在那裏 Rosemary出來了 大家看看 在那裏 看到嗎 繼續洗澡 OK 他看著我 他知道我在說一句 所以繼續 Yeah Sorry 好了 接著 啤蠟燭 然後有些草藥是很有用的 Chamomile 養金谷 是很有用的 對Depression 它的效力不雅於Prozac 是有Research做過出來的 Chamomile St.John's Wort 我免得被人罵 你為什麼要買廣告 Chamomile 我店裡是有的 但我現在是沒有的 OK 接著還有Cover Cover 中文叫什麼 我完全不知道 等一會兒 OK 接著還有一些不同的 種植物是有用的 我開個List出來 讀給大家看 Where are you? Come here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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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會兒 正在找 等一會兒 Saffron 貴到無論的 番紅花 番紅花是非常之 對 非常之有用的 黃薑 即是薑黃素 OK 我已經說了剛剛 Chamomile Cover St.John's Wort Tumeric Saffron 但問題是 黃薑 它裡面只有30% 是真正的有效成分 然後你要連油去吸收 所以很多時候 你們買外面的 為何覺得沒有什麼用 效果就是在這裡 這一堆的植物 他們做過很多 research 其實它是 As effective At least As effective As Prozac 做運動 對Depression 都很有用的 這個時候 我就跟你說 你可以做大量運動 It's good for you 他們做過 那個original research 是on serotonin modulating drugs 例如 PEXIL SOLOFT PROZEC 這些植物 它是indirectly 會stimulate 你的大腦的神經踏橋 neurogenesis 曹珍踏一個新的系統出來 然後再加上 你再吃那些發酵類的食物 像剛才所說的 例如 Kimchi 納豆 紅茶菌 水克菲爾 德國酸菜 這些全部 你會配合一起 再吃醫生給你的藥 沒有衝突的 對吧 This is just food 花草茶 你走到酒店 點一杯茶 你打開那個drink list 它都有chamomile It's not medicine OK 那 even你花精 你滴到嘴裡 然後 都是對身體很有幫助的 especially 如果你的depression 背後是有一個 情緒的關聯在 鬼都點閱 就是那些tapping ok 這些 這些 ok 都是的 都是有幫助的 所以就是 都是那句 不斷地寫文 天天抓住我的 那位 眼瘋瘋瘋 其實你真的可以看開一點 因為我和你是不同的市場 ok 你是專業 喜歡吃藥 喜歡開刀的 我的是 只不過想找人聊聊天 想聽不同的意見 因為 我和你讀的東西不同 你明白嗎 我做的和你做的不同 我不會開藥 我不會開刀的 那些我經常都說 留給醫生做的 我做的就是 告訴客人有不同的選擇 不同的option 我不是你的競爭對手 你給心機看多點證 不如你這樣寫文 天天在攻擊我 只會被人覺得你很空閒 ok 說到這裏 但depression其實還未說完 還有很多要說 拜拜